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是最多关于这个消息的就是李铁的一个消息 现在关于李铁的最近的消息的基本上都是他下课的一个声音 而且从目前各方报道来看了那么李铁现在基本上已经做好各种交界的一个情况 可能呢在最近就要正式告别国家队 而且呢现在可能也就在等待中国主席的一个官宣了 只要中国主席的官宣一公布了 可能那么李铁也是彻底和中国国主划分开来 那么从目前来看我们也知道呢其实啊李铁下去之后呢顶替他的是另外一个国主的主帅李肖鹏 那么很多人可能呢对这样的一个选择其实也会有一些些疑问 毕竟在此前呢其实啊李肖鹏并不是至于热门的一个人选 在李肖鹏之前呢其实啊包括范志一啊的那些人选呢可能是更加啊被很多球迷推崇了一个人选 所以很多球迷也都想知道说为什么这一次是李肖鹏而不是范志一去顶替李铁成为国主的主帅了 那么为什么范志一这一次不能够成为中国国主的主帅了 其实啊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个说法呢我相信很多人也都非常的感兴趣 而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范志一的恩师徐根宝呢此前也在采访当中呢说出了一个大实话 当时是有媒体采访当中其实也问到徐根宝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徐根宝其实也提到说呢 其实目前来看的话中国国主的主帅了需要跟对进行一个出国比赛 而且呢也要进行长时间的一个集训和训练 那其实呢并不能够要求一个主帅的其实长时间去上电视或者说上综艺成为一个网红 这样呢是肯定是做不来的 所以实际上其实徐根宝这番话呢也是算是说出了范志一目前的一个问题所在 因为我们也知道范志一呢现在除了说那么他 始前是一个 竹坛的一个民宿 但其实啊现在他更多的像是一个 整个中国足球界的一个网红 那么在此前我们也知道他上了吐槽大会啊等等一些节目之后呢 也是爆红并且呢他说了一些话呢 也成为目前很多球迷 这个心中的一个金句 所以实际上对范志一来说那么他现在呢可能花费了太多的一些时间啊 跟精力啊 成为一个网红并且呢参加了不少的一些综艺节目 对范志一来说可能呢他根本是进不下心来去带领中国国主 去进行一些备战啊一些训练啊布置战术啊以及参加比赛等等 所以其实从这一点当中的一个心态来说呢可能对范志一来说 他虽然说确实作为我们中国国主的民宿 而且在此前的一个成绩啊包括他的整体能力应该都是相当不错的 而且呢在这个此前的采访当中他也是明确点出中国国主很多的一些问题所在 所以其实呢 其实他的能力本身是符合国主主帅这样的一个要求 但是现在来看他现在的已经是整个人可能都发生了一些改变 而且呢他的事业重心也并不放在中国国主主教练身上 而是放在了更多的一些节目上面 所以对范志一来说可能呢外界是调侃说觉得他更加适合啊 成为国主主帅的教练 甚至可能比李肖鹏更加合适 但是从目前来看实际上呢他可能在某些方面那些业务能力呢 其实比不上李肖鹏 起码我们也看到李肖鹏呢其实啊 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这么多年呢 也一直是在这个足球的领域生涯当中去度过了而且也确实是带对人们能有 足够的一个丰富的经验 所以相比较于范志一的话我觉得李肖鹏可能在最近这段时间呢 起码在状态以及心态上面 比起这个范大将军要更加的可惜 所以其实从这样的一个比较分析来看的话也只能够说那么范大将军这一次没有能够当选也确实是非常的可惜 如果说他真的有兴趣做中国国主的主帅的话 可能在他的整体的一个啊心态包括了他的一些事业中心方面的应该发生一些变化 起码你应该呢提前做好一个转换 那么把你从一个啊网红的身份跟转变出来 起码从一个地方的一个球队地方的俱乐部的一个主帅教练做起 这样一来呢你才能够被中国主席给看中 被体育总局给看中最终呢 成为中国国主的主帅 我否则呢以他现在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网红角色的话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成为中国国主主帅的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聊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